英國安妮公主 當年21歲的英國安妮公主 最近來臨本港作七天的訪問 他是以英皇籍屬第十四至二十興騎兵團團長 和英國救助兒童會會長的身份訪問香港的 所以他在香港展開了一連串的繁忙活動 他的訪問不止促進了香港和英國的了解 同時又表示英國對香港的重視 他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雍龍華為 儀態萬千 現在他來到竹園龍園 他的服飾 色彩鮮明 而且調和 充分表現出他的審美眼光 公主看完天真的兒童遊戲之後 就在簽名冊上簽名留念 他又來到荷里活道 參觀富有歷史性的文武廟 在路上 想簽養他風采的市民 真是人山人海 公主對於廟裡的神像和鄉竹等物都極感興趣 而且還求了一支好簽 你們不要以為公主是一個弱吉女流禮 他穿起軍服 跟男子一樣紅豆豆 槍術也都很厲害 他在夏村連把牆 向目標發射 全部射中 很多男子漢都自嘆不見 他坐船到西貢坑口村 當時剛剛下雨 路上又濕又滑 他走一段很長的路 就來到參觀漁民子弟學校了 然後他又訪問兩戶人家 現在他在柴灣參觀香港救助兒童會的託兒所 現在他在柴灣參觀香港救助兒童會的託兒所 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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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樹的兒童見到了公主來到 極之高興 而公主呢 也都微笑地向他們打招呼 他來到觀塘,主持遊泳池和遊樂場的開幕禮 他對武師表演定之欣賞 公主是很喜歡運動的,他最愛好游泳,打網球和騎馬 他來到新界麻雀領騎馬 你們看看,他上馬的姿勢多純熟 騎馬的技術又多麼老練 他一面享受騎馬的樂趣,一面欣賞新界的景色 最後,他來到赤柱替本港第二個地球衛星轉播站主持開幕禮 他在香港訪問一個星期之後 依依不捨地離開了 他在歸途中,致電互讀,讚揚香港人的友善 而且表示將來日如果有機會去玩,他一定會再來香港 同時,我們亦都希望他的願望能夠達到 中文字幕提供 終於是,未能再次浴信 即興